这座天后宫 是这样一个绵延千里的山区中 少见的宏大海神宫庙 也是全世界近五百座天后宫中 唯一的一座塔式天后宫 这里除了妈祖 还供奉了官帝 文昌 奎兴 苍洁 佛教的宝塔福徒 道教的神底 儒家的传统信俗 在这里被客家人的智慧融合在一起 西匹天后宫 见证了客家先民的海洋精神 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核 几百年前 客家先祖们一路向南 当身后的崇山峻岭 变成无边海洋时 他们的征途就是整个世界 青代兰鼎园的论南洋时遗书写道 民广人愁地霞 田园不足于耕 望海谋生 南洋 包括今天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等东南亚十一个国家 唐宋时期 中国的海商就遍布这里 1848年前 华人已经达到150万 在这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 客家人开步 广府人望步 潮州人占步 擅长开荒 种植的客家人 是最早的开发者 而在这艰苦卓越的过程中 客家人首先秉承的 就是对自己文化的坚守 这所学校是客家人办的 而我本身也是客家人 我们在华文教学上的优势就是 我们的学生在对外的演讲比赛 华语辩论 华语的朗诵 在这方面我们学校历年来 几乎都有得奖 都难刮了不少的奖项 我们虽然是以华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但是我们也重视英语 就好像我们校园内成立了12年的杂实英语中心 而且我们每三年就举办了英语话剧的演出 也是我们霹雳州唯一一间 也是全国里面也不少 不多见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我们大概是数一数二的 校长何家珍已经为这里的华文教育服务了30年 全校现有1200多名学生 校长说未来的计划是达到2000名 这里的孩子们对中国充满向往 我的目标是去武汉大学 沙门大学吧 有志愿想进清华大学 可是听说门槛有点高 我想就还有两年我想努力一下 会随着我的大哥也是到中国 可能是中国浙江大学吧 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生斋中学 是马来西亚霹雳州客家工会的附属学校 当时的会长胡约杰先生 经营西矿而富甲一方 创办学校后就用父亲的名字 深斋来命名 这个与此生息百年的胡氏家族 来自中国福建省永定中川 重本溯源的客家本色 流淌在每一代子孙的血液里 不说客家话 可能我爸爸就说 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这样子 对 他自己跑开 客家话来讲 我们是家庭室 保留家庭的路加师讲教育 如果没有讲客家话 他就会拉到我 拉我们去祖宗面前那边罚战 大家都有没法 要抓耳朵 以前有时候 我的孩子每个都会 我不是你讲过的人 我家里面 我一定要叫他们讲客家话 我看自己好好译 我再大家都讲客家话 Harris 在实际私 可以开始